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整个氛围已经有了很浓烈的火药味道 不久前节目组已经晒出了首战阵容 宁静 钟立体等六位姐姐们将会代表大家首次出战 而每一位的单人海豹也都是看点十足 尤其是宁静和钟立体 作为首发阵容里最让大家期待的两位姐姐 虽然都是黑色的装扮 但是却展现了不同的气质和风采 只看几人的单人海豹就可以想象到时候在正式比赛中会有怎么样激烈的火花 而在首发阵容曝光没多久 节目组再次晒出了剩下的几位姐姐们的单人海豹 金沙 无星 神梦辰这几位 一直都让大家十分关注的姐姐们也出现在这次的阵容中 同样黑色的背景加上形目的红色logo 让整个画面都多了不少的视剧效果和冲击感 虽然几位姐姐同样黑色的装扮 但是每个人的风格依旧尤为的鲜明独特 无星作为这次大热的选手之一 早前因为拼命的练舞让大家就尤为期待 加上无星这几年明显的变化 让大家更加期待他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不过在这次的海豹中 无星的表现可是有些让人失望了 一身黑色西服连衣裙的款式 加上腰间的银色腰带 让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丝毫的特色和与众不同的感觉 一手插腰随意的站在镜头前 让无星并没有任何的气场 反而更像是职场女强人 这也让他在众多姐姐中太过普通 根本让大家注意不到 比起无星的中规中矩 同文湖南台主持人的沈梦成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了 大开的领口加上极简的几何线条 让沈梦成的整身的装扮都多了不少亮眼的感觉 而脖子上的精致项链更是增加了整身的从事感 加上身上的金色双排扣 让沈梦成变得高贵了不少 简单的一个插腰动作更是展现了舞边的魅力 金沙早年前因为一部18岁的天空 成为不少人的初恋女神 而沉浸多年后再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也是让大家有些认不出来 这次和姐姐们一起参加选秀 自己的单人海报更是让金沙像是换了一个人 性感的连衣裙让金沙的身材变得性感火辣 加上披肩的长发和齐刘海 更让金沙有种明显的陌生感 除了这几位其他的几位姐姐们的形象陆续曝光 让大家也看到了整个阵容的强大气场 加上几位姐姐本身就与众不同的性格 让整个节目更多了不少的神秘感 同时也让大家十分好奇 在节目正式开播后 会有多少让大家惊讶和意外的事情发生 6月2日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晒出一张张萌的宣传照 还附上了打游师一手 文案十分有趣 并称女团是下一个战线 且看我姐有多惊艳 文案如此的别具匠心 但海报宣传照却差强人意 从照片中看到张萌身着华丽黑射杀衣 上面还镶着几颗碎钻 泛出荧光 尽显尊贵与优雅 但仔细一看张萌的胳膊却不知道去哪了 令人略感惊悚 更有网友犀利评论 好像看到了稻草人 不止服装 平常熟悉的女演员被修得不看名字认不出来 美攻师傅下线 而且疑似和其他明星撞脸 更有网友直言要让P图师傅下岗 6月1日该节目组曝光了第一轮嘉宾 宁静 依能静 阿朵 钟立提 都是演艺圈资历深厚的大前辈 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都已经作文地位 能力强且自带脾气和人气 让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争夺五个出道位 无疑是心风血雨预定 新颖的选角 刺激的散出 让情未开播就收获大量的观众目光 有网友就表示 很期待看姐姐们作为成熟女人的魅力和魄力 以及事业心 的确 张萌作为演艺圈奋斗多年的姐姐 上进心却不容小觑 她在前段时间还发文说 自己练武练到发量骤减 勤奋刻苦的张萌 让人心疼之余 也免不了被好奇网友提问 再被问到 姐姐们不收手机吗 她回复道 本来是要收的 但是姐姐们 你懂的 算是罕见的明星亲自下场放瓜 前段时间张萌接受采访 还独家回应时时热点 被问及创始人黄晓明还好吗 大胆回复 目前还挺安全的 更是引起不少关注 虽然张萌直言女团很累 但依旧在机场大跳女团舞 还和粉丝上演群口相声 撒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她 送她出道 还放言不出道就去当老板娘了 虽然很多人喜欢她的直爽真实 但也伴随着不小的争议 之前张萌做客某论坛 有人问她整容了吗 她直言我是张萌不是萌 被认为在内涵同名不同字女演员张萌 这一回复引起轩然大波 甚至让当事人张萌直接发文开呛 并称自己不是第一次在这里躺枪了 还希望加个联系方式 私下慢慢说 此事一出在网络闹得沸沸扬扬 但之后张萌火速回应 称自己不是故意的 还发视频真诚道歉 这个事情才告一段落 只不过是到如今 张萌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后 肯定会提高不少知名度 大众不会再把她和别的艺人搞混了吧 近日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陆续放出花絮照片 各姐姐们更是接收到 圈内众多好友的鼓励 但从姐姐们下班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大家已经开始组小团体了 从录制棚里出来的姐姐们 都是几个人分开走 已经有了综艺节目惯有的小团体色彩 而张萌作为老板娘更有实力 直接找上了导师宋茜 张萌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地上 看到宋茜有空时就请教动作 结果两人摇起了花手 场面一度好似在蹦迪 张萌曾经是宋茜的老板 宋茜主演的电视剧 就是由张萌公司制作的 面对老板娘的请求 宋茜也是耐心教学 不仅教了花手 更是把舞蹈其他难选的动作 都做了一遍 还教他在跳舞时 用一些小动作体现可爱 宋茜最后还为张萌加油 成他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 在下班时 张萌则是和易能静走在一起 易能静更是捏住了张萌的下巴 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已经升温了 不过大家也意外 两人为什么关系会这么好 易能静属于温柔婉转的类型 而张萌却是直爽的老板娘 曾经直接叫板张萌整容 易能静和婆婆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 或许就是因为她情商高 所以才和张萌成了好朋友 而钟丽提在回家路上 和另外两位姐姐走在一起 另外两个人都是手拉着手 有说有笑 而钟丽提却并没有理同伴 低头看自己的手机十分耍酷 从体型上看 钟丽提是比较丰满的类型 和其他女明星站在一起 稍显逊色 尤其是已经生过三个孩子的她 面对这么大的运动量 不知道会不会吃不消呢 除了这几位年龄稍大一些的姐姐外 还有张涵韵孟佳等有合力一些的姐姐 两人一身运动服下班 一边谈话一边吃零食 让大家觉得好似是大学同学 不得不说 张涵韵一直都是稚嫩脸 和很多年前唱酸酸甜甜的她 一点都没变 不过她也算是从花瓶 华丽转身成了现在的实力派 在配音节目上的表现让大家惊喜 张涵韵现在也算是有了更高的热度 参加这档综艺也会再次成为歌手 不过她自己透露也练习了舞蹈 看来这回是准备做一个全能型艺人了 可见有实力的明星不会被埋没 以前的作品加上之前的配音 就给她带来了热度和流量高的合作 就像曾经的古天乐 真子丹等人 虽然也受到过观众的误解 绯闻缠身 但因为实力足够强 拥有很多忠实粉丝 早前他们一起参与手游 贪玩蓝月的广告拍摄 受到很多人关注 现在贪玩蓝月更是从手游 跨界推出了临时周边品牌 扎扎辉张玉烧 这个品牌名称更是由网友恶搞而产生 现在被用在品牌上 想必又会有很多粉丝一边玩着游戏 一边吃这款零食 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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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